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德语课堂。 在上节课上我们给大家讲了人称代词的第四格宾语补足语,关于动词直接加上第四格宾语补足语的用法,以及词尾的变化,特别是冠词不定冠词,物主代词它的词尾变化,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这节课上呢,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方向补足语,也就是说动词需要一个借词加上后面的名词变成方向补足语。 好,在开始今天的新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请大家看下面几个句子。 第一个,这个德语男老师认识我们,德语男老师我们说了der deutschlehrer,认识kennen,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人称代词的第四格,那么是uns,整句话就应该是der deutschlehrer kennt uns,der deutschlehrer kennt uns。 第二个句子,他的孩子很爱他,那么他的孩子,我们说孩子这个词是das Kind,他的孩子就是sein Kind,对吧,他的孩子在这个句子里边做主语,爱我们说过了什么呀,是lieben,对吧,这里就需要注意动词变为liebt,所以sein Kind,liebt,然后这个题,他是做第四格编语补足语,需要的是人称代词的第四格编语补足语, 对吧,那么所以是in,结合起来这个句子就应该是the Kind,liebt in there,就是很嘛,这是一个程度嘛,所以放在后面呢,the Kind,liebt in there,第三句,你们认识他吗,你们是year,对吧,他同样的,说认识这个动词的,第四格编语补足语,they,所以说can't hear thee,can't hear thee,通过以上三个句子,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回忆起我们在上堂课讲的,人称代词做第四格编语补足语的变化,好了,我们回到这节课的主题上来,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动词它不是直接加一个第四格编语补足语,而是需要一个方向补足语,也就是我们在最早的给大家讲的一句话,他回家, er geht nach Hause, nach Hause,geen,是一个固定搭配,当时是这样给大家讲的,而在这堂课上,我们将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样子来说的, nach Hause,它是作为一个方向,来补充说明geen,比如说er geht,他走了,那他去哪里呢,这个时候咱们要说明一个方向,需要一个 nach Hause,就是表明他去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把 nach Hause,称作动词geen,它的方向补足语,那么下面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nach这个介词,它方向补足语,应该怎么用呢,在这堂课上,我们首先给大家讲的就是, nach,它可以后面加上,许多的方位词,比如说,东南西北,上下,前后,左右, 这样的方位词,直接就构成,朝哪里,往哪个方向,好,我们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方位词,东南西北,请大家注意,东是, der Osten,南 der Süden,西 der Westen,北 der Norden, 好,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好,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der Osten, der Osten, der Süden, der Westen, der Norden,东南西北,那么我们在说,往东,往南,往西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这些词的前面,加上一个 nach, 记住,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用法,也就是说,在 nach,与方向,与表示方位的词之间,我们是不像其他借词一样,需要任何的一个贯词道,而只需要直接的把两者连在一起就可以了,比如说,向东,我们叫 nach Osten,向西, nach Westen,向南, nach Süden,向北, nach Norden,好,其他再跟我来一遍,向东, nach Osten,向西, nach Westen,向南, nach Süden,向北, nach Norden, 除了东南,西北以外呢,我们还教给大家一些前后左右,上下,比如说前,它叫 vorne, vorne,后, hinten, hinten,左, links, links,右, rechts, rechts,上, oben, oben,下, unten, unten, 与向东,向北,向南的用法一样,我们这里直接用 nach,加上这些方位词,就可以构成 往哪个方向走,比如说,往前走,往后走,往左,往右,大家看,向前,怎么说, nach vorne, nach vorne, 向后, nach hinten, nach hinten,向左, nach links, nach links,向右, nach rechts, nach rechts,向上, nach oben, nach oben,向下, nach unten, nach unten, 那么,上面的这些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向下,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向北, 他向北, er geht nach Norden, er geht nach Norden, er geht nach Norden, 他往左, er geht nach links, er geht nach links, er geht nach links, 这是, nach,加上相应的方位词,做动词gein的方向部族语, 那么, nach,除此之外呢,第二种用法,可以直接加上专有的国家名, 比如说,专有的地名,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上海,北京,国家的话呢,德国,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去北京, nach Beijing, nach Beijing,去上海, nach Shanghai, nach Shanghai, 去德国, nach Deutschland, nach Deutschland,这里教大家一个动词,叫 fliegen, fliegen与 gehen是不一样的, gehen通常指的是步行,那么 fliegen指的是坐飞机去哪里,好,请大家跟我辩位一下, ich fliege, du fliegt, er sie es fliegt, wir fliegen, ihr fliegt, sie sie fliegen, 好,我们说一个句子,我们坐飞机去上海,那么先想,坐飞机有哪个词, 刚刚学的fliegen这个词,对吧,那么fliegen单独的是不能完成这个句子, 它必须有一个方向部族语,去上海,来补充说明fliegen, 它去的方向,所以去上海,咱们用 nach加上专有名词, 上海, nach Shanghai,做fliegen这个动词的方向部族语, 这个句子完整地表达就是, wir fliegen nach Shanghai, wir fliegen nach Shanghai, 好,这是 nach加上专有名词, 是我们说的第二种用法,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固定搭配,比如说 nach Hause, 回家,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请大家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除了这些表示方向部族语的用法以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以前学过的关于 nach的用法, 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在什么什么之后, 也可以用 nach,还记得 nach der Arbeit, 还记得这个表达吗, nach就是表示在什么时候, 就是表示一个时间概念的后面, 那么这里为什么用der呢, nach der Arbeit, 因为Arbeit是个音性, 表示在什么之后是一个状态, 在 nach这个介词后面的名词, 它的定贯词, 也就是de, 要发生语法性变化, 变成der, 所以是 nach der Arbeit, 好,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们前两堂课讲的内容, nach der Arbeit表示在工作之后, 也就是下班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我们在给大家讲时间的时候说过, 几点过几分, 中文里面的这个过, 我们用的也是 nach, 对吧, 比如说下午三点二十分, 也就是十五点二十分, 咱们正规的表达是, 我们在非正式的表达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说的是二十过三点, 所以表达是20 nach drei nachmittags, 这样来表达的,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在非正式的表达里边, 是不能出现超过十二的点数的, 也就是说不能说成20 nach 15 Uhr, 这是错误的, 请大家注意,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 nach这个词的用法, 除了 nach可以做方向补足语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介词, in, 这个词在之前我们学过的是, 在什么什么里面表示一个状态, 对吧, 那么在这堂课上我们要学in, 它也可以表示方向, 做方向补足语, 那么in做方向补足语的时候, 它后面需要加上名词, 名词前面的贯词是需要有变化的, 而这个贯词的变化呢, 它是根据第四格的变化规定的, 所以, 那么咱们这里要区分开来, in加上贯词的第四格变化, 加上名词, 构成了表示动作去处的这些动词的方向补足语, 请大家要与动词直接加第四格变语补足语的两种用法, 或者说在概念上要区分开来,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去学校, 去学校咱们可以用in, 第, 说了, 做gen这个动词的方向补足语, 请大家注意, 这个d输了, 输了是个名词, 那么它前面的贯词是d, 在这里在in的后面是第四格的变化, 因d输了, 整体才能构成一个方向补足语, 那么关于在借词in的后面做方向补足语, 名词之间的, 名词前面的这些定贯词怎么样来变呢? 请大家看下面这张表, 这张表里面我们已经明确的给大家写出来了, 这个阳性名词, 它的定贯词der要变成den, 对吧? 那么中性不变, 阴性和负数也不变, 变的就是咱们说的定贯词, der变成den, 这个和动词加第四格变语补足语时候的变化是一样的, 请大家注意,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 in加上das再加上中性名词, 往往缩写成ins, 我们这里给了一个例子, in das kino, 我们举例是ins kino, ins kino, 去电影院, 所以从这张表里面我们不难看出, 除了in das缩写以外, 其他的in加上贯词的第四格是不需要缩写的, 好, 请大家要记住这个规则, 好, 我们看一下表里面, 比如说去动物园, 咱们说in den zu, 去电影院, 咱们说过了ins kino缩写, 去学校in die Schule, 去这些城市in die Städte, 后面这个复数, 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死的, 也是比较有程序的, 大家只需要记下来就可以了, 好, 我这里再次强调一下in加上名词, 一定在中间要有一个贯词的一个变化, 那么贯词是按第四格来变的, 按照这个原则以后, 大家看下面的例子, 第一个, 去动物园, 刚才说in den zu, 对吧, 那么他去动物园怎么表达呢, 就是er geht in den zu, er geht in den zu, 第二, 去马戏团, 马戏团叫der Zirkus, der Zirkus, 我们去马戏团, wir gehen in den Zirkus, 第三, 去公园, 公园是der Park, in den Park, in den Park, 你去公园吗, gehst du in den Park, gehst du in den Park, 好, 第四, 去电影院, 我们说过了, das Kino是电影院, 对吧, ins Kino, 你们去电影院吗, geht ihr ins Kino, geht ihr ins Kino, 第五, 去音乐会, 音乐会是das Konzert, 去音乐会, in das Konzert, 我们要说写为ins Konzert, 他们去听音乐会吗, gehen sie ins Konzert, gehen sie ins Konzert, 第六句, 去面包房, 面包房咱们都用, 她去面包房, in die Bäckerei, 她去面包房, sie geht in die Bäckerei, sie geht in die Bäckerei, 第七句, 去图书馆, 图书馆德语叫, die Bibliothek, 去图书馆, in die Bibliothek, in die Bibliothek, 这个女学生去图书馆, die Studenten geht in die Bibliothek, die Studenten geht in die Bibliothek, 好, 以上呢, 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下节课上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 再补充一些关于, 用来表示方向补足语的介词, 比如说, zu, of wiedersehen, 明镜与点点栏目